中印边界近期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冲突 双方紧张关系大有升级之势 根据前方发来的报道 中国指责印度军队非法越过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一处边界 并对中方巡逻士兵鸣枪示威 但印度方面予以否认 并反指中国军队先鸣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这次事件中印方首先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 这是自1975年以来 两国边境的平静首次被枪声所打断 早些时候中国军队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孝 在周二上午称 9月7日印军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 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 他称印度在行动中悍然对前出交涉的 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急措施 稳控限定局势 张水利还说 印方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印双方有关协定协议 推高地区紧张局势 极易造成误解误判 是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 性质非常恶劣 但随后印度也发出了官方声明 回应称印度军方并未越界 或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任何挑衅行为 印方的声明还称 尽管发生严重挑衅行为 印度军队仍表现出很大的克制 并以成熟和负责任的态度行事 印度军方在声明中表示 中国解放军士兵企图接近 印度位于喜马拉雅山 西部达拉克地区的前沿阵地 并向天鸣枪做出威吓 相反 印方士兵在过程中既为跨越实际控制线 也会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任何挑衅行为 印度军方批评 当前中印双方正在军事和外交层面交涉 解放军士兵却公然违反协议 采取侵略性行动 有此可见 现如今中印局势陷入了一种扯皮的模式 但是有一点得到证实的是 不管是中印哪方先鸣枪 都打破了中印边界停火协议 维持了45年之久的安宁 在9月7日 双方开枪之前 印度媒体print新闻网援引印度政府高管的话报道称 为避免扰乱正在进行的印中脱离 接触及缓和边境军事的谈判 印度目前尚未正式邀请澳大利亚参加本年度的马拉巴尔军演 此外印度也在期待印中外长会晤 不过也有消息称 印方仍在进行军事准备 据悉 中国外长王毅本周将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议长会议 两人或将于9月10日会面 就两国边境纠纷进行讨论 马拉巴尔军演是一项由美国日本和印度联合举行的海上军事演习 每年举行一次 此前有消息称 印度想要邀请澳大利亚参加今年的军演 此举可能意味着向中国发出一个重磅信号 即印太地区国家正在形成抗衡中国的军事联盟 会让中方感到非常不安 打乱正在进行的印中对话节奏 不过也有消息透露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美国大选 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突然辞职 可能会导致今年的马拉巴尔军演无法逐期举行 自今年6月以来 中印边界冲突不断升级 并且常有这样的扯皮之势 比如6月中旬 中印双方在边境有争议地区爆发冲突 造成最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 中方拒报也有伤亡 但北京政府至今仍未确认 再比如印度官员8月31日指 印军成功阻止解放军人员占领一个山坡 但同一天中国予以否认 其实这样的扯皮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 就没有停止过 只是最近形势愈演愈烈 希望通过近期这一系列的冲突摩擦 中印两国最终能够达成一个长久有效的协议 结束这场长达了半个世纪的纷争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